哈囉 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看美軍新任的最高將領 布朗直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 這方面再度定調 他說美軍首重對付中國 而且要佈局的是印太的聯合部隊 同時美軍正在進行 大規模的太平洋聯合軍演 然而這也是回應上個禮拜 習近平直接下令中國軍隊要備戰 同時在台灣核心的戰場 是184天之後的總統大戰 這一場大戰當中 年代最新的民調賴清德的支持度 35個百分點 柯文哲24個百分點 侯友宜17個百分點 如果是世主人選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的民調下跌到19個百分點 郭台銘跟侯友宜都是14個百分點 好這一回合這三人當中 這個老二的爭奪大戰 確實是各懷鬼胎 但是昨天晚上郭侯同桌了45分鐘 那媒體看到很多畫面跟故事 除了媒體所看到的畫面跟故事之外 郭台銘現在已戰逼 甚至媒體記者問郭台銘 這個侯友宜的誠意感受如何 郭台銘竟然回答說他沒吃飽 好於是乎呢這一場政治的內亂呢 凸顯了國民黨內部現在擺病齊發 然後呢各式各樣的戰場都在開 包含了陳輝文跟鄭義文都呼籲 侯友宜趕快乾脆自己退選 可是呢正義兄弟在網路上現在大戰金小刀 而且呢確實刀刀劍骨 然後中南部的信賴看板一個接著一個開 可是另外一個核心戰場是昨天賴清德下令 要搶攻YT 然後呢柯文哲事實上做大流量也在抖音跟YT 所以社群的影音背後能然衝擊台灣的總統大戰 而這背後會有哪一些變化跟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又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胖是吳坤裕 女官好大家好 再來是張逸善 再是世間議員 女官好大家晚安 再是尚一夫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好 正浩這一個國民黨內部的郭猴到底能不能整合 是影響這一場選戰當中很重要的變數 昨天同桌同場45分鐘 有很多畫面跟故事 對 誰可以想到四季大同桌啊 竟然是四季大結兵 我先跟大家講 昨天這個四季大同桌有太多太多玄機了 第一件事情這是這個正副議長的第二次聯誼參會 因為他們每一個月都會有到處去做所謂聯誼 這一次輪到台東議長坐東吳秀華坐東 那那個時候呢 在這個四季殘悔之前 我們媒體就知道 侯友宜跟郭台銘都會出席啊 所以所有台北媒體都下去去追這場四季同框嘛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接下來畫面小動作很多啊 第一個哦 侯友宜是先到會場的 侯友宜到會場的時候是劉勝良一路在陪他 劉勝良一路在陪的時候侯友宜就坐下來 可是郭台銘是晚到 可是郭台銘晚到之後呢 很多媒體就捕捉到 郭台銘下車的時候有好幾位議長跑去接他 而且不只跑去接他 有那種簇擁他進來那種氣勢 大進場嗎 對 大進場的感覺 然後呢 簇擁到這個就定位 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啊 畫面呢 左邊呢 中間是郭台銘嘛 對不對 坐下來之前 郭台銘先跟很多人握了手 可是呢 唯獨啊 沒有去握侯友宜的手啦 確實啊 讓人家覺得說 欸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吳俊麗呢 這個前老議長 還提醒郭台銘說 要不要叫我們侯友宜在這邊 郭台銘搖搖頭就坐下來 所以一坐下來之後呢 就導播待會來看 就出現這個畫面啊 最遙遠的距離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干杯的距離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距離真的很遠啊 我們原本呢 昨天都在嘲笑他說 侯友宜這次會不會又偷移椅子 結果呢 拍誰啦 你想移都沒得移 中間給你隔四個人 對不對 吳俊麗 蔣根煌 吳秀華 勞慶林 對不對 再輪到侯友宜啦 所以兩邊隔得非常非常遠啊 那記者呢 真的很不好拍照啊 必須要廣角 廣角才可以拍到他們同框之照 所以這是第一個小插曲 就是郭台銘進來的氣勢完全不同 而且沒有要去找侯友宜敬酒 或是握手的意思 接著呢 下個畫面就轉到什麼 轉到他們兩個上台致詞啊 沒想到爭鋒相對啊 而且互相湊來湊去的 第一個呢 侯友宜上台就說 郭董啊 好久不見 這個5月17號 我用了各種形式語約見面 但是不得其門而入啊 先把郭台銘湊一頓啊 現在郭台銘是這個故意躲侯友宜的 先抱怨一團 抱怨完後呢 侯友宜又說 我跟郭董都姓光公啊 重情 重義 重承諾 意思是湊郭台銘什麼 你不重情 不重義 不守承諾嘛 對不對 湊了一頓 可是郭台銘呢 也不是省油的 但郭台銘上場之後呢 就說了 新北市在侯市長的帶領之下 緊緊有條 講什麼 你就回去當市長啦 你適合當市長啦 總統跟你沒關啦 好 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秀姬又來囉 我坐專機過來 最好笑的事情是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放聲音 郭董致死的時候說 我坐專機來的時候 你知道主持人喊什麼 喊乾爹好 哈哈哈哈 跑脫啊 跑到下面喊乾爹啊 好感人 這算是厲害啦 以前聽過什麼曾正榮搭直升機跑脫啊 郭台銘坐私人飛機跑脫啊 下面喊這個不是喊中東 喊乾爹好 可是問題是下一句又湊侯友宜 我不知道侯友宜要趕著搭飛機回新北啊 早知道我叫我的飛機載你回去 順路而已嘛 他在湊什麼 侯友宜你要給我早退 上次黃復興也早退 這次台東也早退 侯友宜是江湖人稱吃不到油飯的男人嘛 我們吃這個夜洗中後段油飯最後一段炸湯圓圓圓圓滿滿嘛對不對 不要講湯圓跟水果 侯友宜每次都早退 連油飯都吃不到 那吃不到油飯的男人呢 郭台銘就在上面湊你說 我早知道在飛機載你回去嘛對不對 這個東西兩邊爭鋒相對啊 可是問題是喔 我必須要講 這個東西侯友宜離去之後 換郭台銘大落場啊 一桌一桌進 那個氣氛啊之熱烈 跟那個時候韓國瑜跟侯友宜在這個黃復興場合同框一樣 侯友宜就像是個不受歡迎的人啊 來到現場都冷冷冰冰 一離開氣氛就熱烈起來 郭台銘逐桌進酒過程中呢到新竹那桌呢 還喊總統好啊 好感人啦 哇塞這個畫面真的差非常非常多啦 所以這個四季同框喔 真的是相敬如兵 可是問題是我要談什麼事情 這是7月12號發生的場景對不對 5月12號發生什麼事 兩個月前 5月12號呢 板橋慈惠宮媽祖生啊 郭台銘跟侯友宜都在慈惠宮碰面 那個時候侯友宜氣勢強 郭台銘氣勢弱 郭台銘先去板橋慈惠宮 進完箱之後 躲在箱房 偷偷摸摸等到侯友宜來之後呢 侯友宜來喔 從背後出現一把抓住侯友宜的手 握住四季同框 對 兩個月之後形勢逆轉 侯友宜氣勢弱 郭台銘氣勢強 怎麼就看不到侯友宜 有郭台銘那時候的求生欲 郭台銘氣勢不跟你侯友宜打招呼 OK嘛 你為什麼不過去搶他的手來握咧 對不對 你致詞的時候 敢念郭台銘 會國民黨的付出會死嗎 幹嘛臭人家說5月17號 我就聯絡不到郭台銘咧 對不對 很多人講說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高下立判嘛 但是你為什麼腰要這麼的硬 頭要這麼的高嘛 對不對 這個王院長提的嘛 選舉頭要低腰要軟 手要直嘛 為什麼你頭也不低 腰也不軟 手也不直 看到郭台銘來 你真的這麼吝嗇把手伸出去 跟他握一個手嗎 這不是所有要選舉人的日常應酬嗎 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這時候講 你侯友宜啊活該 所以現在的兩份民調出來 第一份民調叫做什麼 叫做換侯民調 什麼叫換侯民調 這Quiz 6做出來的民調 沙喀都啊 侯友宜19 賴清的34 柯文的30 很多觀眾朋友說 你知道你不是說 講沙喀都民調收視率會掉嗎 你幹嘛講沙喀都 因為Quiz 6有做另外一個更有趣 如果把侯換成鍋 喔 侯換成鍋 鍋變24 柯變27 兩邊來對比一下嘛 對不對 鍋比侯強 如果是侯賴跟柯的話 侯友宜禁輸柯文則11% 換句話說國民黨輸第二名是11% 可是如果國民黨很下心來來換侯 把郭台銘推上去 郭台銘只輸柯文則3% 那叫做將近物價範圍之類 欸 選舉打那麼多 做什麼事 可以做一件事 讓你跟對手差距從11%變3% 嗯 換侯嘛 所以我們講這叫做換侯民調 而且這份民調還有個玄機 提名郭台銘 如果國民黨名媒證取 我認為應該直接超過柯文則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們仔細看這種細部分析喔 郭台銘呢 在北北基所有全部碾壓侯友宜 可是有一塊目前還輸侯友宜 國民黨支持者 只有52%支持郭台銘 哦 侯友宜再爛 國民黨支持者有68%在這份民調支持 侯友宜 換句話說 在國民黨只有一半支持郭台銘的前提之下 他可以追到指數柯文則3% 如果國民黨名媒證取 把郭台銘拉過來 郭台銘支持在國民黨變七成八成的時候 就超車柯文則了嘛 所以這個叫什麼 這叫換侯民調嘛 對侯友宜來說壓力很大嘛 那再來年代也有做出新的民調 大趨勢完全一致啊 沙喀都賴清德35 侯友宜17 柯文則24 泛蘭賴清 侯友宜只拿到61% 沒有兜齊啊 那如果換成郭台銘 細喀都的話 全部都只有十幾% 郭台銘14 侯友宜15 柯文則19 賴清德34 有趣的事情 侯友宜變老四了啦 郭台銘14.6 侯友宜14.5 所以現在所有民調趨勢都看到 郭台銘如果出來 侯友宜就是林老四便當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國民黨現在由上到下 對郭台銘越來越不客氣 對 對不對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就是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我認為啦 金老師經過精密計算 我站在國民黨的角度 郭台銘出來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由不得國民黨 可是如果郭台銘出來 我發現一個趨勢 比如以撒喀都來說啦 撒喀都來說 這是每一條電毛民調 對 侯友宜17 柯文則18 輸11%對不對 對 郭台銘一出來 侯友宜跟柯文則的差距剩5% 對 換句話說 郭台銘出來最傷的是柯文則 對 侯友宜略傷 因為侯友宜低無可低 換句話說 這是七傷權的概念嘛 我把郭台銘逼出來了 自損5000 傷敵1萬嘛 我讓侯友宜跟柯文則差距 只要郭台銘出來 差距從11%變成5%嘛 對不對 相對好追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國民黨 由上到下 沒有人在理郭台銘的嘛 昨天侯友宜在台上湊郭台銘嘛 黃建廷連續兩次在罵郭台銘嘛 原因是我認為 金老師已經下令 不用再理讓郭台銘 郭台銘出來 賴清德小傷 侯友宜小傷 柯文則重傷嘛 而現在國民黨的戰略敵人叫做柯文則 所以昨天中刊才講 國民黨內有一個叫做教科書 柯文則的柯 就是要殺柯文則 而且北流柯文則道歉受傷是誰殺的 蔡思平殺的 跟金老師的好朋友 兩個人都喜歡拖光光跑三鐵的好朋友 對不對 金老師的好朋友蔡思平 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啊 陳國軍從台北市的市政顧問有幾隻 調到競選辦公室 如果要挖柯文則大祕寶 八年的大祕寶 在台北市政府 而陳國軍說他不負責媒體 很大可能就是負責挖柯文則的大祕寶 所以未來喔對不對 拱鍋打柯 這應該就是國民黨的主旋律了 創下怎麼看 其實昨天郭台銘有一句話是非常有選舉的 他就說我還沒有吃飽嘛對不對 然後剛剛我們講說有人是覺得說 這侯友宜的道歉沒有誠意 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為他跟那些政府議長們 吃完飯之後還有戌頭啊 所以他還有續他嘛 所以他就是說我跟這些議長 沒吃飽在網路上的用語很曖昧 對啊 他們接著就有續他 你侯友宜再見了啦 我們去續他我們繼續黑皮 然後所以這個還有續他嘛 這些議長才是他的朋友 所以會看到謝典寧呢對不對 雖然侯友宜也去他家了 然後也說謝典寧去發這個臉書 也是特別的啊 上面下面你們喜歡哪一張 好上面是跟老郭握手 下面是跟侯友宜握手 一個是相敬如賓 另外一個是哇老朋友 你看差點又要實質緊扣了 所以這個是網路民調嗎 這是謝典寧表示 他和郭台銘和侯友宜的互動嘛 這個議長們他就做一個代表嘛 然後昨天的還沒吃飽 就是因為郭台銘跟他們還有續他 然後因為要演習嘛 所以他的專機不能留 那就是侯友宜你自己做我的空飛機回去 我繼續喝酒下去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就是你 這些議長留鬼蛇神 是跟我是好朋友的 然後到現在這個情況裡面 就連帶那個民調裡面呢 其實侯友宜的壓力真的越來越大了 那這大到什麼程度呢 首先剛剛講的撒卡都裡面對不對 其實撒卡都裡面有一個東西是非常特殊的就是 整個侯友宜呢已經被擾三了 擾四可是有個差別 郭台銘吃掉了有柯文哲票 可是你要看的是侯友宜在撒卡都的時候 國民黨61.6 可是到了撒卡都的時候51.3 這代表著現在郭台銘已經還可以繼續的挖一點 侯友宜的票回去 所以看如果是撒卡都到撒卡都 馬上他從17掉到14 所以代表有3%差不多這個比例 所以其實現在侯友宜如果還是撐不起來 還開始有一些造訪的聲音 所以他是慢慢的挖掉國民黨的 而國民黨現在呢 因為他們面對政變不斷的施壓 他們還在繼續的討論 討論的狀況裡面出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什麼 開始列出一個 那你侯友宜敢不敢下軍令狀 所以像鄭麗文啊 有沒有30% 如果現在是給這簡直是給侯友宜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嘛 沒有30% 25%也可以 這還是不可能的任務嘛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戰場會直接的延長到9月17 所以剛剛講的金普聰講的是說 也許是對柯文哲可以吃的多一點 可是如果穩定的變第四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就很麻煩了 而是很麻煩之後呢 這份民調連帶的民調是7月3號到7月7號做的 對 而這7月3號到7月7號 還有一個重大事件對國民黨在沒有發生 就是金普聰金小刀開始大殺四方 那大殺四方造成國民黨裡面的內部的一個攻擊 和那個更多了 昨天呢 蔡真元跳出來 所以邱毅呢 今天呢 也出來說 我本來懶得去理金小刀的 但是因為蔡真元雄都出來了 所以他也發臉書了 他還是第一個 他們都針對的就是 那叫做挑撥離間 那個球團老闆還是總教練的挑撥離間 所以他還是第一句話就是跟蔡真元一樣 金小刀脫口而出 我做黨主席的時候 印象中他沒幹過黨主席 不過他講得更狠了 他確實是把黨主席給加工 哇這個挑撥離間是更強了 自己獨攬黨主席大權 然後他是說 我不是講現在唷 當年馬英九就這樣子 整個所有的眾叛親離 支持度跌到個位數9.2 92新共識就是指這個 然後現在呢還要問的是 現在國民黨黨主席是不是三胞胎了 有金主席 他要把金主席放前面 朱主席 然後再把黃建廷打一下 你黃建廷自己跑去找郭台銘談條件 那是要不是黃主席 所以就像個這樣子 然後呢後面第二段呢 就開始是蔡正元上次講的 那個整個2012呢 不管是宇昌案啊 各種案子什麼案子案子 都是邱毅自己在整個打的嘛 你金普通在那邊 他是說你束手無策 然後所以呢你冒領我的戰功 他就直接跟金普通 就是意思是什麼 小刀沒那麼厲害啦 沒那麼厲害 而且直接想說 你如果真是個漢子 拿起你那把生鏽的小刀 我在家裡上門後叫 後面就更毒了 為什麼人家叫你小刀呢 不叫你大刀呢 關中可是叫做關二爺的大刀 為什麼你是小刀呢 因為你就只是一個內鬥的巨人 外鬥的侏儒 你從來就是對內你很厲害 對外面的話 他就前面講了 你對於民進黨根本沒皮條 所以你看這樣繼續去傷害金普通 他還不夠 接下來想一想 又出來了還講一件事 就講的是什麼 哎呀你真的那麼厲害嗎 那麼厲害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 馬英九第一次選的時候 碰到了綠卡愛 被打得亂七八糟的時候 你有辦法解決嗎 沒有啊 是吳伯雄急著 把正在埃及 驢羅河度假的我給找回來 所以他其實都在攻擊整個狀況 不過這裡面呢 有個東西是很特殊的 是柯文哲 柯文哲真的掉下來之後呢 因為這個民調 也沒有後面的 你剛剛就會講的 蔡世平出手的 那個北流的事情 其實這個連帶民調 在第四頁的七到十題的時候 問最不喜歡誰 對 而這最不喜歡誰裡面呢 出了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這狀況是出在哪裡 柯文哲最被討厭 不管是賴清德 侯友宜或郭台銘 大概被討厭了都兩成 柯文哲獨上熬頭 30.5 所以柯文哲被討厭 那這個如果繼續下去 所以柯文哲被討厭的話 我們就知道他的選票 也會有新的天花板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是 也許服貌柯文哲真的是要付出代價了 先前不是講說柯文哲 不是一路往上揚嗎 40歲以下都是他的票嗎 新的年代這裡面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在30到39裡面 柯文哲輸給賴清德了 好就這份民調當中 第一個表格是撒卡都的年輕選票 20到29歲賴清德21% 侯友宜16% 柯文哲49% 30到39歲賴清德44% 侯友宜12% 柯文哲28% 那30到39歲的人類10年前是20到29歲 所以10年前恐怕是太陽花世代當中 至少就算沒有參與 至少可能當時是理解的 是他們關心國家關心社會的一個起點 你不能說20到29歲的不關心 因為20歲的人類他10年前可能10歲 10歲可能是小學生 真的啦 這一群服貌就是他們關切台灣未來的一個起點 然後當時他們也造就了柯文哲 但是現在柯文哲 你最近的服貌的狀況 你是付出代價了 好那這份民調當中 細卡都也有做年輕選票 賴清德是下面那個表格18% 就20到29歲來講是18% 郭台銘20% 侯友宜7% 所以最崩盤的其實是侯友宜 那柯文哲仍然有44% 但是30到39歲賴清德38% 郭台銘12% 侯友宜11% 柯文哲23% 所以賴清德現在的戰場是殺到30歲了 就是說他還要取得的是20到29歲 好那但是相對上侯友宜是雪崩的啦 就是說 主要核心的年輕世代最不能買單的就是侯友宜 不能買單是侯友宜 這是過去一直是這樣現象 但是這次的特殊就是柯文哲 也有流血 也有流失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國民黨面對或所謂的非律 面對的一個形勢是 郭台銘和柯文哲 和侯友宜互相還在打麻花 但是打麻花 柯文哲也掉下來 那這個情況之下 不可能有整合了啦 因為三個人慢慢的都會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所以三方廝殺 會殺到9月17還是11月24 那這個恐怕是非律的大廝殺要開始了 好我請教義善 今年有很多戰場 那國民黨想要爭取正統的戰場 主要兩個主角是郭台銘跟侯友宜 所以他們兩個世紀同框 外界會關心好奇 究竟會如何發展 然後我的觀察是 還有一個戰場 主戰場在40歲以下 所以剛剛創下才會分析 賴清德現在要搶攻YT 搶攻年輕市場 那柯文哲最鐵盤的 其實支持者也集中在40歲以下 所以那個是另外一個戰場 然後呢這一回合 因為假設最後所謂非律的聯盟 會整合的話 那他仍然很容易走到 一個代理戰爭的對決 就是再走到清美日的路線 那另外整合出來的是 相對親中的國際跟國家路線 可是假設他們不能整合的話 假設還真的是四個選項 那個真的很像蜘蛛餐 Buffet給觀眾朋友挑 你又想吃海鮮又想吃蛋糕 又覺得牛肉也不錯 又覺得小菜也可以來一點 所以就會有各自完全不同的鐵粉 有不同的鐵支持者 對我先延續那個民調的那個部分 尤其柯文哲在40歲以下 其實他原本大幅領先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記得有兩個戰場 最近有兩個 柯文哲的兩個戰場 一個是福茂 福茂其實帶出的叫狗說啦 就是他罵人家是狗 第二個戰場就是最近北流 不過這個民調可能北流的事件 還沒有辦法發酵 主要是在福茂跟狗 那福茂跟狗可以影響到 可以明顯就已經影響到了嘛 30到40歲 所謂太陽花世代 他們這個大幅領先的優勢 已經跑到賴清德這邊去了 另外有一個值得觀察的 非常有趣就是因為在沒有打出來 就是所謂女性支持者 因為女性支持者 柯文哲因為罵人家是狗 或者是最近罵他們太監啦 皇帝啦 死犀太后 這種種種污辱人的語言 其實男性可能比較不在乎 但是對於女性而言 他就是一種me too 但是又有性騷 所以這樣的一個me too 跟性騷的這些言論 其實引發了很多女性的不滿 所以女性的選票 在柯文哲非常有趣的是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候選人 男女的支持比例有差那麼大 我也有觀察到 柯文哲在大數據的那一個民調當中 他女性支持者的比例也特別差 是 就他男性支持的比例可能27% 女生可能17% 然後結果最後總平均可能是20出頭這樣 對在年代這邊差到10% 到Quick Stick也差到13% 是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以一個你20幾%的民調 男女比例有差這麼多 表示柯文哲大部分支持者叫做災男 你去看柯文哲的主要發言系統 親一色是女子軍團 而且呢就有網友覺得我是不是物化女性 不是 我是分析科團隊 就跟我們分析美軍怎麼作戰一樣 然後我們分析解放軍的海軍是不是能夠作戰 然後我們分析現在惡物的戰場 雙方現在攻防的是什麼樣的軍工武器 然後柯文哲很明顯是 你講不出他有重要的男性的左右手 欸像金曉濤今天出來 每個人就聯想到馬英九啊對不對 柯文哲沒有 但柯文哲有一批女將 而且女將偏年輕 生理年齡現在已經洗到40歲以下 因為早先的女將是蔡壁魯 蔡壁魯的年紀比較剛好 她不是女將 我是女生 我是40多歲的台妹 我沒有要物化女生 我是分析她現在的結構 好 然後呢40歲以下的女生 才能吸40歲以下的宅男粉啊 我上次都還跟李正浩討論過宅男粉這件事 李正浩還嘴說40歲以上不算妹 我沒有 都是宅男粉 所以現在喔 我沒有 如何要影響柯文哲的年輕盤 沒錯柯文哲其實旁邊有一堆什麼女性 所以很多的所謂的宅男支持者 他不一定是喜歡柯文哲 他是喜歡看柯文哲旁邊那個不錯 那個發言人不錯 所以這個要更注意啊 所以以後男生如果要支持柯文哲 你就說你是不是喜歡哪一個發言人 所以拒絕他 所以這個可能會吸引大批的年輕選民 這不然開玩笑 但是其實真正物化女性的是柯文哲 他其實用了這個戰略去吸引了40歲以下男生的支持度嘛 所以是誰在物化女性 是柯文哲他本人在物化女性嘛 柯文哲宇宙觀裡面只有三種人 一個叫做皇帝就是他自己 一個叫做太監 一個或宮女 一個叫做狗 別人的人就叫做狗 他自己人就是宮女跟太監 他自己是皇帝 結果這樣的東西他引申到國際關係裡面更危險嘛 因為他說說你賴清德要進白宮叫做外優嘛 他為什麼有這個概念他覺得我們比美國小 其實外交關係都知道嘛 就是交朋友 朋友是平行的 根本沒有所謂的外優或組織的上下關係 但是柯文哲的宇宙裡面沒有朋友這回事他只有上下關係 所以他才會講出這種有逆於所謂外交關係 他會覺得你不適合做台灣的總統 因為這會讓台灣帶入一個危險的境界 好我請教世間議員你怎麼觀察科學團隊的結構 因為我剛剛跟易善講的那個對話 事實上是我們前兩天的對話 那柯文哲確實並沒有很龐大的政治班底部隊 所以我才剛剛講嘛 你今天打選戰 如果就我的意象 我所看到的印象 郭台銘是一個人 那柯文哲是一個人 可是郭台銘是一個人某種程度可以理解 因為他是政治素人 可是柯文哲從政已經有八年的直轄市長部隊了 所以他不是素人 那他的團隊當然也會影響到整個的一個政治的這一個管理跟結構 好 所以我剛剛講 賴清德現在就是後面看到潘孟安 好 那當然也有其他人員啦 發言系統 我不是說其他人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有沒有其他的核心的操盤手有 然後呢侯友宜沒有 所以當金小刀進場的時候 大家關注 那金小刀當年呢 事實上是馬英九的操盤手 那我們先不管毀譽 他至少也是實質超過盤的 好 然後呢柯文哲 他的左右手是誰 沒有 目前從缺 然後早先他的左右手確實是蔡壁如 那現在蔡壁如在網路在媒體的版面影響力 相對的曝光都少了很多 可是我的觀察是有四大女將 黃靜穎 那陳志涵 楊寶貞 林真女 然後都是顏值比較高 40歲以下的女生 那相對上 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是40歲以下的男性柯粉 那這四大女將一起hold住柯粉的支持度 hold不hold得住 我認為在網路議題的工房hold得住 所以他hold住他一部分的鐵粉 那現在工房這一塊你怎麼觀察 你其實觀察得非常深入 那其實有一陣子 柯發言人最多的時候是八個發言人 那八個都是美女 八位發言人 真的都是美女 都可以湊成兩桌麻將的 那他為什麼用這麼多的 那個美麗的發言人 他就是要用來吸睛 然後用來轉移他個人亂講話的一些 可能會有的閃失 那其實大家不曉得記不記得 我送柯文哲那麼多禮物 他禮貌上隔一天都會送回來 只有一樣就是龍袍過了十天 他過了十天 我在想我在柯文哲的小房間裡面 他穿了十天 我想我對他做了心理治療 因為那一套龍袍很棒 不但有一隻龍 而且還有龍帽 連辮子都幫他綁好了 所以這就可以看出柯文哲的心態 像比方說他挑那八位 這個發言人的時候 他自己想 他在辦公室裡面他都自稱正 所以他要叫大家排排站排排好 讓他後攻選飛 所以他是這樣子的形容詞跟用語 在看待領導他的團隊 不過寧官 這反過來看 這也是柯文哲很可怕的地方 這樣子的個性七個字 一降功成萬古哭 就是說他可以犧牲他團隊裡面的任何一個人 像他這一次 他就咒罵林真宇 我覺得這很可惡啦 林真宇婦女兩個 我光說他父親林國城就好 林國城幫柯文哲撐起了民眾黨 台北市黨部耶 那個黨部的地方也是林國城的主委 也是林國城在當 他們婦女可以說對 柯文哲是一片赤城 所以這樣的個性很可怕 可是第二點 他更可怕的一點是什麼呢 柯文哲善變 他喜歡亂講話 講錯話 甚至說謊 但是寧官 柯文哲的善變亂講話 講錯話 說謊 這都變成他的特權 在我們社會哪一個人可以這樣 說亂講一通 亂罵一通 甚至他藉由亞斯伯格來說謊 結果我們社會 到最後原諒他 你看你信不信 這兩天這個事情 過兩天 社會大概也都又接受他了 因為大家認為說 亞斯伯格的孩子嘛 講話就是這麼丟筆 然後亞斯伯格的孩子 應該不會說謊 柯文哲他一向就是這樣亂講話 所以柯文哲這是他在選舉 非常吃香的地方 那我認為這一次的選舉 2024總統大選 其實根據這一些 到現在為止的民調 我認為啊 柯瀨豆已經成型了 我認為2024根本就是柯瀨 最後勝他們直接對決 為什麼 因為我的看法是這樣 像邱毅剛才他在臉書發表的那篇 我八個字形容 這個叫 刀刀劍骨槍槍斃命 他把金小刀 我剖析得那麼清楚 意思就是說 你對話都不知道 你只對來內鬥 所以揭開了金小刀的面目 可是我認為即便他這麼講 我認為對於換猴已經無助了 原因是 第一點 猴本身的問題 猴不但能力不足 準備不足 而且我覺得猴連基本的魅力都沒有嘛 你當一個領袖 你要有一個最起碼的 這叫charisma 但是這charisma我們從賴清德身上 甚至郭台銘身上 都有一些 甚至啊 哎 最拉力拉他愛亂講話的 柯文子也都有charisma 但是 就你猴友宜沒有嘛 所以你看猴友宜的民調 不管怎麼做 做下來 他的民調就像我們台語講 捧一個哪一個啦 比較怎麼樣就在15%到17%中間拍完 新的民調最新民調出來 只要加入郭台銘 他猴友宜他老兄就直接掉到第四了 所以我認為即便換猴不可能了 因為金小刀掌握住黨中央 他有那把小刀在 他監督的要所有國民黨 從政黨員 尤其你們這些要參選立委的小雞們 你們要遵守國民黨的三重四德 你們通通不能動 所以這樣子之下 我想煥惑的聲音越來越小 那郭台銘當然我也很不死 昨天人家問他說 那個猴友宜啊 你覺得誠意夠不夠 他回答說 他沒有吃飽 沒有吃飽 他說還沒有吃飽的意思就是 民官在我看還沒有吃飽的意思就是 捨不得離開 郭台銘捨不得離開 這一次初選的這個戰場 他希望還能夠代表國民黨出來 或者退一步 那柯文哲能夠跟他合作 郭台銘忘情不了2024的總統大選 郭台銘捨不得離開 井士爹 有昆唯雅 你怎麼看還沒帶點飽 還沒帶點飽很曖昧 用台灣話說 用國語說 用網路用語說 各有不同解讀 對對.. 對對對.. 然後這個其實 昨天那個場子呢 我這樣先講 郭喉 嗯 郭喉之間呢 相見不如不見 会把位置安排到这么开 其实从一开始就有考量 两个人同框坐在旁边会很尴尬 我们前一天不是还在讲说 而且主人是邝立真夫妻 所以邝立真是那一个穿格子上衣的女生 前台东县长 所以呢 郭台铭那个位置比较接近主位 对 然后那个 我们前一天不是还在说 郭董搞不好从鸿海带一支钉枪 对不对 还是汉枪 没有啦 他现在要选总统不会那么凶 不是 不是要把他椅子定好 然后如果坐后友宜坐旁边的话 对不对 那个 那个所以他们都把他移得很开 这就表示之前 所有主办单位就已经知道两个人 不会放在一起 而且主办单位就我理解 一定告知两个人可能如何坐位 对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尊重 然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只有距离没有远传了嘛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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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状况就这样子嘛 所以你看到 我告诉你 真心就可以跨海相见 真心没有距离 真心相爱的话 就会心心相应 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我从上一次韩国瑜那场 那个黄复兴那场 我就觉得很奇怪 侯友宜跟这个场子明显是不熟的 他真的比较熟的就是什么讲跟簧啊 对对对 那人家带你进去 对 你假如说跟这些人不熟的话 那为什么不有一个跟大家熟的人坐你旁边 你自己不适合讲话 有时候我们老板 某些候选他自己本身口拙 不太适合讲话 那旁边就会安排一个人 在旁边给他哈啦 或是所谓的组织头 对对对 黑了是这样 他就要负责敬酒就好了 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 他也没有这样子安排 好 第三个 他到了台上以后 他讲这个话就很莫名其妙 你还是老话 说王津平也告诉他 你要要彎 金小召也告诉他 好你候选人最小 你上去你也知道说 你其实是要拜托郭董 来至少来停 你怎么会跟个怨妇一样 对不对 好像我前妻会抱怨我 说你选举两个月都不回 我两个月都没看到人 那会这样 你不能这样子讲话 然后这样子讲话 就是在嫌弃在抱怨 然后在酸郭董 那就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就从他台上讲话这件事情来讲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何友宜为什么会选业选到那么惨 所有人都搞政治的 搞只要有一段选举经验 都会看得懂 他就是一只公鸡 我们大家之前都讨论错了 讨论母鸡讨论小鸡 我告诉你他根本不是 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只骄傲的公鸡 我狗狗狗的时候 你们就通通应该过来爬 爬过来找我 所以是你郭董应该来找我 我去找你已经很给你面子 然后你两个月还不见我 这是你不对哦 那官公会处罚你哦 他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是斗鸡 而且是公鸡 他不是斗鸡 如果斗鸡的话 郭董现在已经死了 对不对 他就是公鸡 郭董是老虎耶 老虎哪有那么容易死 鸡咬老虎谁先死 还很难说耶 而且我觉得当场的这些政府议长 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都凉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选举老将 我们选举老将 或是我们地方政治混久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这个理数上面应该怎么处理 大家好千辛万苦安排了这一场 让你来合的 结果不是让你们来两个来战的 你们把话讲成这样子 其实那个盘很不好 然后你 那个刚才郑昊讲说 那个侯友宜是从来没有吃过油饭的男人 对 然后对 他这样他每一次都先走 这很不好 然后据说昨天晚上 郭董就跟这些议长 拨诺 十几个 对十几个 对政副议长 然后那个 爽喝 对 对 因为没吃饱 不是因为没吃饭 还有第二拨 第二拨 很害怕我跟你讲 第二拨 很high啊 还唱歌啊 对啊 你知道很多酒店拨也都这样 酒店不开心还出门外带序拨 没有没有 就会在自己家里面楼上 哈哈 好好好 他们有私人飞机跟自己的招待所 对对对 不会去酒店 没有就在莉莉饭店的楼上 对就在莉莉 莉莉楼上算招待所了啊 哈哈 你串招待所的规格啦 你再连续看两次 就是还是一样把这个要把黄复兴跟 跟这一场 黄复兴是深蓝外省挂军系 对不对 然后这一场是台东地方挂 台东地方还有地方议长 对 你看这两个 他的调性味道其实是不一样的 可是结局是一样的 而且我认为台东地方挂这些看到郭台铭都比较嗨 就是刚刚这个郑浩讲还有人喊干爹 对喊干爹的 叫他选总统的 很多人喊甘大哥的啊 而且他又 侯友宜又先走 他先走了 然后侯友宜一走就跟我们那个 以前办活动 以前学校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去吃庆宫宴 然后教官一走 大家都嗨起来了 侯友宜就是那个教官 对啊 一走了大家就 放开了 然后就开始跟郭总 然后那个喝也喝起来了 然后他话也讲 你看嗓妹也大了 这个是一个很 很惨的一个心理状态 大家都觉得说 你就是一个教官 就是一个我们要防的人 你不是我们这一同一国的人 那个到时候你要运作 然后你正 还是老话 懂之以言行 政治以威怒 都没有用嘛 狗米而不怀人 冒功而不欣服 我玩假的嘛 是是是 然后就算 然后所以我觉得说 侯友宜这个老三便当已经 那陆甲陆上 陆涮水已经涮水了16颗了 听说明天还有一颗 然后应该还会再吃下去 那而且现在 那个状况是 老三便当已经不够吃了 还要偶尔吃 还要配四海游龙 好那所以 我觉得 宜他的这种本身这个性格 应该谁都救不了他 好我请教义夫怎么解读 吴军丽排这一场基本上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合嘛 当然嘛 合嘛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基本上我觉得侯友宜真的讲话是真的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嘛 当然你你就说今天看到郭董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喝一杯就好了嘛 你何必要去多加那一些话呢 真的 对不对 就好像你跟韩国瑜道歉了后面说我跟他三次他都他都有事真的 你你道歉就道歉嘛 你后面道歉完了以后顺便抱怨一下 嗯这个这个砍不及一句政治性格的人讲的话 今天在座的这一些人 每一个都是历经选举一路上来当议长的人这些基本上其实你侯友宜一个本土讲台语的人理论上嗯你应该用台语跟这些人应该可以聊得来才对哎呀说的怪怪啊就你偏偏聊不来郭台铭的台语不好哎对啊啊反而郭台铭跟他们反而比较热络哎哎人家郭台铭喝酒的时候有诚意啊对不对啊用私人飞机交朋友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诚意啊啊那也是有啥的 那也不是我认识的 说话没认识没关系用肉汉来报用钱来报 这个是我认识你谈到这一点我们就输了 这个是感觉 你看一个就说你一个首富啊 你跟大家晚上留下来一起去 包厢里面唱歌喝酒 人家就觉得哎你这个首富还会跟我们在一起 对啊对啊就感觉不一样嘛 因为问题是首富嘛 对啊如果他是乌坤裕的话 跟他们喝酒不弄 人家还把你晾在旁边 对啊人家还说你来干嘛啊趁酒啊 不一样嘛去外面就两边吹哭嘛 我去也一样啦我说我去也一样啦 不是只有你啦 这样一定也不一定在说事情啊 有时候可能也说哎台东不错呢 我们可以过档来投资一下啊 台风多一些生意多一些工作机会 多一些事业不错啊 去南投买茶叶啊 亿涨推销茶叶啊 到了这边哎我们屏东啊装脚啊 这鱼产大的几个联锁公司 你把他买一下 哎有钱好办事啊 对啊这一点他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哎 哎我我这边有什么农产品我要帮忙一下 你就会来帮忙嘛嗯 这他的优势嘛 所以你说昨天那一场昨天那一场本来是要营造一个核的氛围嘛 核的氛围嘛 那而且还故意这样摆一个露天给媒体站到那边就看到了 所以上到对你都不用人家在房间里面你还要在外面出来一个一个问你们那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我就摆给你看对 哎吴俊丽弄这个场子我就摆给你看对我就摆给你看 然后虽然主人是他妹妹吴秀华嘛议长嘛 但是真正在里面弄这个就是吴俊丽嘛就是吴俊丽嘛 所以人家就弄这个场合希望合嘛那吴俊丽的想法是说 哎合都不一定赢了还不合先合再说后面要怎么弄再说你不合 你什么都不要谈了先合了再说 结果一合大家一上次讲话就里里拉拉拉大家就垮了 一上去讲话一上去讲话就觉得 没得合了 你觉得垮了我觉得 你本来就是说集一群人说哎拉条红线嘛大家做个佳偶 结果上句讲完话一下来以后突然发现原来是怨偶 怎么走下去 你连敬酒握手都都不是这么这么热络你要化解什么 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變成這樣 然後其實這一天裡面第一次名單的單子裡面有鄭文燦 也有朱立倫 鄭文燦有兩次有兩個會要開 開完沒班機對開完沒班機飛不過去 然後朱立倫這樣的一個團體不是拼命要見郭董嗎 這個團體也沒來有邀朱立倫 朱立倫自從517詐騙案之後現在都很忙 都沒有看到了 他所有場合都很忙喔 李乾隆約馬英九什麼吳伯雄他們在家吃飯的時候 朱立倫也有行程 然後邀所有議長先生跟龍舟點睛邀侯友宜來的時候 朱立倫也有行程 他什麼事情只要碰到這種場合他都有行程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裡面有人也在講啊有邀朱立倫 那他為什麼不來 如果他來 他變成啊我們約個時間啊大家來聊一下怎麼樣 你有一個機會嘛 但是 朱立倫偏偏不來 所以他們又覺得很納悶 那今天最扯的是 侯伴裡面說 我們 侯友宜為了要見郭台銘 我們要怎麼如何展現誠意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講稿是 是他自己寫的還是別人寫的 那個叫誠意嗎 嗯 所以我就覺得他的 他的政治性格跟政治話語啊 真的是讓人家聽了是 不具誠意的說法 所以郭台銘才會回 他還沒有吃飽 我們稍後回來 呵呵